主要是研究項目的撰寫 就是論文的撰寫 有關於我們的研究動機 研究主題 然後還有就是研究的問題 還有實驗的步驟 都是由這一桌先開始 由文案的撰寫先開始 然後之後就會有後續的研發 請問他在做什麼 這個孩子是 他們拍照是在進入我們之前做的雷切板 然後這雷切板是我們AI人工 AI人工辨識鏡頭 它的固定角 它是我們機台的研發的尺寸 然後去做適合的各個尺寸的固定角 然後有分非常多代 自己畫 自己用那些程式去畫 對 然後 那是以前 對 好 那再來呢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有 來 我們往這邊移動 來 各位來我這邊移動 就是負責導彈 然後這一桌是 就是研發組 研發組就是實驗研究測試 然後實驗研究測試 然後實驗研究測試就說我們在於 我們所有有關於我們無安寫出來的 可能可以發展的項目就要由他們去做實行 就是譬如說我們的發射的子彈 它是要用微微彈還是用小鋼豬 然後或者是用種子 然後或者是用水晶寶寶 水晶寶寶或者是水彈 對 就是要一堆的去做測試 譬如說我們把種子打進去 水晶寶寶或水彈裡面 然後去破走 就是用AIS能工智慧破走的方式 這樣子可不可行 就要由他們這邊去做 去做實驗 對 可行性可不可以 然後 再來就是他們現在在做這個是化學很美的 就是大砲力圖 對 大砲力圖 然後 然後他們因為要因應極臺的就是 因應極臺他已經缺度 所以他們要一顆一顆去測量 對 要和就是我們的炮彈啊 然後 他的管徑 對 還有力道 對 彈道 對 然後這個我們的 這個是水彈跟水晶寶寶 然後孩子們他們要去測量他的就是力道 所以我們就會用簡易的測量方法 這樣子就可以很明顯 對 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哪一個彈力會比較好 兩個都要泡水 對 對 因為他是高分子聚合物 好 高分子聚合物 因為他對他有環保啊 然後保水性 對 土壤是非常好的 現在環保水也很推薦使用 對 然後再來是這一桌是硬體組 就是硬體 硬體 奶磚修復 就是在這一桌 我們就是 電壓 電流 然後跟 探階 然後 然後用 用修復的 自己修復的方式 讓孩子們可以永續的 在機台上面 可以一再的改造或者是修復 就是動手做 這一台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是的 大概介紹一下這一台機器 好 這一台呢我們 使用到3D鏈印機 然後還有雷切機 然後把 AI的封辨識鏡頭 他是請了把它架設在 我們的 我們的機台上方 讓他可以去辨識我們 農業的害蟲 就是或者是 或者是有一些有害的 有害的動物 然後可以做機體的動作 好 好 好 那兩組是幫我們介紹的 對 這兩組是 人材非常難等的 城市組 就是 對 這兩組呢 他就是要 做 這三個 這兩三個小朋友 他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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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優化城市嘛 然後 可以讓城市 持續的操作 然後他們在優化同時 然後處處 跟軍醫體設備 他的限制 然後去做 去做 城市場的修改 那我們這裡呢 其實已經 機台可以操作 給大家看 好 我們請我們 人材城市組的 主力選手 7點5 他在幹嘛 可以我們給弟獎 可以介紹 這一樣 一樣啊 等一下大家請小心 然後還有威力 他有威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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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手拿出來 跟我講 你今天要介紹一下 好嗎 打集壞場 對 對 你要來 有 你要來 打一下 好 那我們各種高度啊 跟 達克 昨天我們 紅外線 蕾色燈 現在在所選目標 只要是紅色 我幫寫著 來介紹 可以自己介紹 大家 介紹一下 可以收一下 目標 對 還就是紅色 我們可以買 對啊 快點 對啊 所以大家要請小心喔 他現在會一直在找紅色的 一直在紅色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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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趕快 謝謝 因为昨天 昨天他有就是